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Jacky 荣获这个G时代人物的奖项呢 有什么心情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吗 其实有一点紧张跟高兴 因为都是很久以来都没有去真正拿过这个奖项 而且尤其是在做企业这方面 所以这个奖项的意义是很大的事 Jacky 荣获这个奖项呢 有什么话想要对您生命中重要的人说吗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在天上的爸爸 然后还有我今年72岁的妈妈 能够将我富养长大教育 而且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庭 然后就是我的太太 Kelin Law 因为她的支持让我无忧无力的在事业上闯荡 真的是可以全力出击啦 还有我的团队 能够将公司的改革一起顺水推走的 达到我们要的目标 那Jacky 在未来的这个日子里呢 有什么目标或者是计划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的吗 其实就是诸如我们公司的那个企业的那个 mission Provide most comprehensive bearing to every customer benefit the society 因为我们要让所有马来西亚的中小企业 都能够得到我们的服务 让我们有机会为它解决掉它们的生产线停顿 跟那个机械的问题 那谢谢Jacky今天的分享 也再次恭喜你获得我们的G时代人物 谢谢你 G Media 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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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